講到新北市水峰的這個高童仔是世界出名的鳥仔村 日空一年開始 新北市董寶寺就成立 鳥仔公所丟臉住 在這裡的這鳥仔都有貨殼喔 方便他們管理 現在這個高童仔的鳥仔公所正是成立 又再選出這個鳥仔公所所長 帶觀眾朋友走回來看 請讓人家戴一個舊舊 這次失敗 他先看到高童仔鳥公所所長的冬公子餅 高童仔的鳥世界有名 這裡也要去給CNN 競作世界勒大看鳥仔的經驗一日 日空二年 新北市董寶寺在這裡成立鳥公所丟臉住 將高童仔的雅生鳥仔入口做定期管理 也提供全力醫療 人用頂頂服務 拜他鳥公所正式成立 新北市董寺協寺表示 希望UK不是戴一鳥仔 也要學習政客的互動方式 高童仔鳥公所是新北市其中一個人用店 不然是高童仔其他地方 如果適合人用的鳥仔 也會送來這邊 讓UK家民眾人用 新北市董寺廟表示 除了提供人用的服務 董寺教育也很重要 這次公所成立 他也找年輕人團隊合作 設立電池就在中地 UK不是戴上地道 食材高童仔鳥仔 也要透過手指的操作 了解和鳥仔 讓東西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可以透過點擊貓咪的方式 像是我們點到貓咪的頭部 或貓咪的尾巴 或說其他一些地方 他不舒服 那我們可能帶出一些提醒訊息 可能提醒民眾說 不要這樣觸摸 他們可能會不喜歡 新北市董寺協寺協寺 這麼歡迎大家來高童仔鳥公所 臨庸鳥仔 不過千萬不能來這裡放散鳥仔 他們也表示 今年日本行本館上天超市 已經含水豐富 參加高童協寺協寺 也指定來高童仔這裡參觀 高童仔已經到處 吃著世界模範鳥仔村 希望未來透過 多多的高童 含館和發展 體生動物的人用率 記者老媳婦 夏桂林 新北報道